你既已受伤,我让你三招 没人能让我三招 你为何不试着 作为一个练武奇才 阿飞有着迷一样的绅士 地处长就展示了天下武装的快剑 虽为名列兵器谷,却击败了很多高兽 有人说他从小生活在身上脑龄 跟野兽搏斗时练成快剑 也有人说他是名侠沈浪的后人 是以后的阿飞受到龙啸云的栽培 苦练了曾经叱咤江湖的武银魔刀秘笈 还得了一把弯刀 这天阿飞带着一包雷火弹 找到李寻欢 声称要找李寻欢报杀夫之仇 无论李寻欢怎么解释 阿飞都不相信 为了不伤及无辜 李寻欢把阿飞引到了无针之处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 可李寻欢并未还手 而是选择了开溜 话说李寻欢和阿飞不是好友吗 原来阿飞失忆后 被林仙儿所骗 误以为李寻欢是他的杀夫仇人 而李寻欢只能避而远之 等待阿飞恢复记忆 与此同时 小红发现了一个长相 哭似林诗音的女子 一路寻了去 原来此女名叫莫兰 是春风楼的头牌 红颜祸水 莫兰音长得像林诗音 被接到了星云庄 就连龙啸云也分不出真假 但莫兰和林诗音的生意 还是有区别的 莫兰温柔大方 很快就和龙啸云成双成对 没想到龙啸云 提出让她去李寻欢身边坐卧底 听到此话 莫兰果断地拒绝了 没想龙啸云竟然让阿飞 乔装上李寻欢 前来寻仇 我求你 你要上杀王好了 别杀我枪狗 此举让莫兰大惊失色 随乎竟然同意了 龙啸云的搜主题 另一边小红得着阿飞失忆了 决定去说服她 没想到林诗二早就设下了陷阱 你引得我吧 小红 让阿飞向小红谎称 一恢复记忆 还带小红见了莫兰的甲林诗音 在小红的安排下 李寻欢和甲林诗音团聚 两人决定一起隐退江湖 途中遭到一群歹徒的袭击 李寻欢拼尽全力保护着莫兰 此举让莫兰觉得李寻欢并非坏人 反而新生好感 不久两人隐居在梅花里 得知诗音的武功尽失 李寻欢把一般的内功传给了她 一时之间昏迷不醒 莫兰趁机掩埋龙啸云 建议她除去李寻欢 可龙啸云却因贪心拒绝了 还提出让莫兰继续留下来 套出李寻欢的飞刀秘诀 此话让莫兰十分温暖 身为棋子的她又无可奈何 在说说阿飞在林仙儿的戳时下 把小红引入陷阱 还和一个道长一起安算小红 起来 知道我是谁吧 大分数 你是小狗 尊小红 我是你丈夫 现在陪我去喝酒 好好享受一下 目睹整个过程的阿飞 有些语心不忍 殊不知小红将其就计 原来她从小跟爷爷行走江湖 你 你那点本事啊 简直是雕虫小技啊 早就将这些小技俩给识破 色心大气的道长 被小红狂揍了一顿 这是阿飞赶来 原来她是来救小红的 虽说她的记忆还并未恢复 但还是看不起各挂满营的道长 问清缘由后 小红看了阿飞的证据 原来信上写的都是好话 却让林仙儿编成一段血海深仇 为了证明事情属实 小红带着阿飞去街上找人证明 无聊被林仙儿瞧见 问路人肯定是不行 于是阿飞把信 拿给一个小和尚看 没想小和尚却因识后被抓说了假话 小红寻到四里 却被阿飞当成杀人凶手 随后小红被阿飞追得欺飞狗跳 最后还是真正的林诗音救下了小红 听小红讲到又一个林诗音出现后 真正的林诗音意识到不妙 于是用纸写下了这段时间的经历 与此同时李寻欢毫不保留地将莫兰飞到绝技 而星云庄内林仙儿和龙啸云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林仙儿想尽早出救李寻欢 可龙啸云却不愿意 她想利用莫兰得到飞到绝技 林仙儿之后唆使阿飞去下手 这一幕被来星云庄看望龙啸云的林诗音听到 不久阿飞来到梅花林 果然找到了李寻欢 阿飞依然被抓住 不妙刺激 李寻欢的指甲情供 划到狠面上 阿飞又拿出狠狠 不过一会儿 李寻欢就变成了河飞 想来是领了河飞 不久莫兰寻来 投知阿飞杀了李寻欢 莫兰反倒是难过了起来 随后阿飞在屋里帮龙啸云找刀铺 胡料找到的今是李寻欢的事迹 看内容 他和李寻欢并非仇人 于是阿飞拿出那封 证明两人是仇人的信 给莫兰看 原来他和李寻欢是好友 被林侠所欺骗 明白真相后 阿飞十分后悔 于是两人找到河边 功夫不负有心人 果然找到了重伤的李寻欢 随后两人将其送到沈亿梅尔先生处就诊 为了救李寻欢 阿飞的内功尽失 莫兰也并未离开李寻欢 而是继续顶着林世音的身份照顾着他 为了弄清真相 阿飞向龙啸云谎称 李寻欢被自己给灭 得知阿飞的武功尽失 没有了利用价值后 龙啸云露出真面目 还说出当年他和龙啸云之间的恩怨 并将阿飞赶走 经历此事 阿飞终于明白了真相 同时他也并未揭穿莫兰 反倒是希望他以林世音的身份留下来 而龙啸云赶到山间木屋去接莫兰 可谓见到他本人 但莫兰留有一封信 声称自己回老家探亲 与此同时 小兰和真正的林世音准备去梅花林 在路上看到了落难的林仙二 原来龙啸云竟吩咐手下 把林仙二卖到春风楼 林世音于心不忍 拉着小红去救人 小红没办法 只好出手 经历此事 林仙二深受感动 提出给林世音解药 不料解药被龙啸云的手下 动了手脚 看到林世音的容貌恢复如初后 莫兰选择了成全 林世音和李寻欢终于相聚了 可不过一会儿 林世音就中毒了 但能解此毒的梅二先生 却被龙啸云给杀害 临终前 林世音吩咐龙啸云和李寻欢 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 希望俩人化干戈为玉博 到底是谁吓得毒呢 难道是林世二吗 看她疯疯癫癫的 应该不是 葬礼上莫兰出现 她向李寻欢解释了前因后果 不料龙啸云再次暗算李寻欢 还拔出刀打算截过她 不然龙啸云一头栽倒栽地 原来是莫兰下的手 她曾跟李寻欢学过飞刀 莫兰告诉龙啸云 自己心疏李寻欢 为了谢罪愿意把命还给她 就这样 莫兰也离开了李寻欢 经历此事之后 阿飞和李寻欢和好如初 随后开始了浪迹天涯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点赞哦 我是小独 下期不见不散